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3月11號舉行一百零二年新春記者會 除了回顧過去一年的施政成果 也對今年的工作展望做出了期許 原民會主委孫大川在記者會上表示 今年是原民會的關鍵年 要以原住民族自治推動為首要的政策 持續推動原住民族土地以及海域法草案立法工作 我們必須先確定 關於原住民的行政區域的未來 至少那個框架那個藍圖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共識 然後原住民的生存的領域 我們也需要有一個共識 有這個共識之後 我們再推動這個自治法 我們就比較有一個方向感 由於原住民族自治法等相關法案的立法不順 孫主委在二月二十號的國民黨中常會上 以差異與統一 我國原住民族政策的現況與挑戰 發表專題報告 結束之後與行政院長將一話 討論原住民族自治法的未來 希望能以更高層次的框架 由各部會共同解決這個問題 而不要困在法條和行政裡面 這個會期來不來得及 我不太有把握 這個方向大家有一點共識 然後希望在一確認以後 那個細節各部會來一起來挫商 希望在四月五月之間 能夠在行政院得到這個結果 能夠送到立法院 最後孫主委表示 自治法也因為每年立法院 借其不連續 要重新由行政院審查 孫大川也說沒能把握 這個會期是否能夠順利 只說會盡全力在四月份 把自治法草案送到行政院 接著按照五六台北市採訪報導